我當初的理解以為 因為我在美國做正義嘛 所以沒有仔細 台灣的收入我在美國都有報了 但是正義這一塊 我的確對台灣的法律 我以為沒有事情 你看美國的法律 每年的終身正義 其實你講了很多 我們都第一次聽到 真的美國原來稅法是這樣 可是你對於 你作為一個科研人員 對於美國的稅法 還相當清楚 一定程度了解 可是對於你們自己的計轉辦法 為什麼會有點不清楚 而且這個計轉辦法 甚至於是在你院長任內 制定的 而且修正的 你知道嗎 在這個計轉辦法的 你剛剛提到 我們很多科研人員也好 藝術家也好 基本上他生活是不正常 他可能對法律的認知 或對於他的生活 甚至日常生活的秩序 生活的治療 有時候都不是很好的 這我們可以理解 但在藝術成就上 他在科學研究的成就上 是很高的 這我們可以理解 所以才要制定計轉辦法 因為一個科研人員 當他研究出來這個東西 到底歸屬全是屬於什麼 到底是他的研究機構 還是他的實驗室 還是他個人 各應該做多少 就是因為大家不了解 而且事實上認知不一樣 所以才有一個辦法 這個辦法的上位 當然是可能 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 或甚至於有其他的相關的法規 所以台大也好 公研院也好 中研院也好 甚至科技部 他制定了不同的一些辦法 都是因應對於科研人員 他可能將來對於一個 很好的科學研究 對於國家有幫助的科學研究 可是會碰到了 相關很複雜的法律體系 甚至於利益衝突迴避的時候 他要遵循的 所以這個部分 您覺得您有好好把握住這個技術 所以你可以 比如說 你可以講說 對於這個東西 你可能不會很瞭解 因為我只是做科研的 可是問題這個辦法 是你在你手裡制定的 你知道嗎 對 這個是根據是科技基本法 從科技基本法這個母法 要制定一些技轉的這個辦法 那假如這個 我們中研研院內規 所以有一些需要檢討的 我想我們要很仔細的去看 而且越快越好 很快修正 該修正的部分就修正 第二個部分 您認不認識營業梁先生 我認識 認識 大概認識多久了 這是 當初他轉移股票的時候嗎 還是怎樣 不是 因為我們專業專業基因體中心的建築 是他建的 可是你知道當初 Optimer的這個所謂的浩鼎的股票啊 因為是他由營業梁工 營業梁先生他的所謂的投資公司 或者投資的這個創投公司的股票 轉移到你女兒 然後那個時候是因為張念慈先生的轉移 還是總是有人轉移嗎 因為浩鼎是營業梁後來買 可是你買下來 可是你跟營業梁先生之前 並不相熟嘛 那是中間一定有透過人 就介紹 因為我們翁院長 當初是Optimer的Founder 所以說他 這是張念慈啦 對不對 這是張念慈嘛 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營業梁 怎麼會因為張念慈講一句話說 這個東西要轉給多少 然後多少錢 然後我覺得其實這部分 可能家人你會面對到 大家會質疑這部分 如果說這個部分 然後後來怎麼會變成 你得到這個東西 到底有沒有一個 所謂 就因為你是Founder Founder 可是你浩鼎的 這個所謂的 這Optimer的股票 已經轉出去 已經賣出去啦 所以已經跟你沒有關係了